台南市道182线 风景由美弯道多 是重机组拍摄压车美照的热门地点 但是拍摄过程当中 骑士常常会出现超速或是压车等等高危险动作 造成当地事故频传 再加上还有人进行了机车的非法改装 噪音声也相当扰民 因此警方特别出动空拍机跟警力进行机查 也在短短两天之内取第20件违规 开出了72张超速法单 蜿蜒山路整排机车余冠前行 却没想到在前方路口遭到警方拦下 依照违规事项进行开罚 原来台南市道182线风景优美大小弯道多 成了重机组拍摄压车美照的热门打卡地点 但在高速下站线困难骑行姿势也导致意外频传 警方不敢大意出动空拍机 移动式测速照相及大批禁令进行拦检取缔 本分局辖区日前就有年轻骑士 不幸因此丧生 但是年轻骑士们呢 还是穿流不息的前来这里朝圣 不止危险动作令人捏把冷汗 还有许多车又非法改装车辆 借此吸引他人目光 光是2号上午就拦查了90多台机车 取第20件为规 其中一改装最多 市道182线楼旗段 这边的速限是50公里 这是基于安全的考量 总共开出72张的罚单 纵然警方的开单有提醒效果 但与其侥幸钻漏洞 不如乖乖遵守交通规范 别拿自己的安全开玩笑 简红不齐台南朝不得